大家好我是彈工社群團社長 這是今年 他們雙魚排 出了最新的輿 BL35 自己拿一顆回來玩 然後他的外觀啊 零件啊 培鈴啊 都有很大升級 重量也變得比較輕 這些都是有加分的 這個把手也是這種細紙的把手 這摸起來很舒服 然後玩了一段時間後 現在發現就是有還有一個致命的設計問題 那我現在講解給大家聽一下 當初買這個輿輪是因為我們先封閉一次輿輪 還沒有人做這種 限規限規限規的那種方式 這樣上下收線 這個是他今年新出的輿輪 現在有這個限規 讓我們的收線 上下移動 讓線背的線更平均 原本是衝著這個點去買 所以說這個設計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再來就講他的缺點 他就是因為這個設計而導致一些他一個出現不順 他收線很順 而且現在出現就不順了 你看我現在上下 他這個外 外罩 這個內罩 內罩 他是固定的 他不會上下動 他只有那個 裡面那個線背會上下動 那線背如果上下動 當你動到最上面的時候 你如果在線背如果在下面 你這樣出現是很順 可是你在射雨的時候 你不可能去 故意說那個線背到底在上面還是下面 你一定是安心放線開關 按著就要射雨 那這個線背 如果剛好在最上面的時候 最上面的時候 這個線背已經整個吃到內罩 內罩 裡面這麼這麼深 這麼深 大概有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你要剛好按放線開關 然後你要射雨 然後你看你的線 線從 從最裡面這邊 然後經過這個內罩的 這個外外蓋 內罩這個地方有沒有 那產生一個很大角度 然後再出去 然後從外蓋出去 所以這樣變成一個很大阻力 你看現在這樣子就有點阻力 因為他說他現在從這邊出來 這邊出來後 然後繞 繞到上面來 然後再從這邊出去 就產生一個很主意在 這樣子射雨的話 蛋道就容易偏掉 所以這是設計上的瑕疵 所以說 既然發現這個問題啊 你們 有至於社友們如果要購買這塊魚輪的這款魚輪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要不然買回來 買回來的話 這個 打 打都會 讓你的蛋道偏移真的是 設計缺陷 希望他們廠商會再改進了 好 那就是這樣子